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好 大家早上 Newsline的《電影寫妹》早上 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我同样把它分了变成两个大段落 真的是很大段落的 第一个就是第一节 一直到第三十节 整成三十节这么多 第二段就是第31节 一直到最后的39节 第一个大段 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就是 靠着圣灵,直着圣灵 在圣灵中得生命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章 第一个大段里面 不断地提到圣灵,圣灵,圣灵 第二个大段落 我给他的题目就是 无敌的爱 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敌的 我们来看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段落 第一节到第三十节 我们先看一到八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女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次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女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身的形状 作了属罪制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者 不信从肉体 只信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的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保罗一开始 就在这一章的 第一句就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女就不定罪了 到现在我们就知道 凡是信耶稣的 我们归于耶稣的名下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是不被定罪的 虽然我们都会被审判 虽然我们都要来到 神审判的台前 但是审判之后 我们是不被定罪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 赴上了这个罪的属家 所以这样的人 是一帮自由的人 是一帮不需要惧怕 将来会被定罪的人 这样的人是自由的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就是基督耶稣女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因为这样的人 他不被定罪 不单只是这样 而且耶稣有赐下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带来一个新的律例 在圣灵的新的律例里面 在基督里面就将我们释放了 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 因为我们不再被罪 不再被死来去拘禁 来去捆锁 以前的这些律例 叫我们无办法得以自由 是因为我们无办法胜过 既然无办法胜过的时候 就要服在这个律法之下的刑罚当中 这个就很简单 譬如我们在香港 我们定了一条法例 是不可以随家扔垃圾 但是如果你无办法不扔垃圾 总之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走出街就要不停地扔垃圾的话 那你就大件事了 你们去到哪里 你都要被人罚 像垃圾虫垃圾虫那样 那你就完全是无自由 并且要服在那个律法的惩罚之下 但是赐无穷生命的圣灵 有一个新的律例给我们 这个新的律例 就将我们过去的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让我们里面恩着 圣灵有一个新的律例 就是有一个新的lifestyle出来 而这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 我们可以不扔垃圾 所以于是我们是不是很自由 从前你不可以不扔垃圾的时候 你走过你就要左望望 又望望有没有警察呢 有没有食環处呢 有没有人发告票呢 那你就提心吊弹地过日子 但是当你进入这个自由里面 你可以过一个不扔垃圾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很自由了 就算在食環处的人员旁边走过 你都可以大摇大摆 因为你发觉你已经得胜了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一个逻辑 第三字 他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甚至猜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新的形状作了属罪制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 不罪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这个是怎么去造成的呢 这个自由的释放 就是律法其实身体是软弱的 所以身体因为软弱的时候 我们对罪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律法 有所不能行 就是上一章所讲的 我们心灵里面愿意的事 我们倒不去做 我们反而相反做一些 我们心灵里面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肉体里面的软弱 人因为这种软弱 没有办法来到去成就律法 没有办法去行律法 所以神就猜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新的形状 所以神就要猜猜他自己的儿子 取了我们的样式 与我们一样 拿了我们一样的身体 然后作为赎罪制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的意思 定罪案的意思就是审判 就是宣告了那个判词 大家现在对这些法庭上的用语 都越来越熟悉 其实判词是很重要的 你的判词究竟是怎样写的呢 就是决定人家有没有得上诉 你的判决合不合情 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有没有这样的地位 所以这个判词是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打官司 如果一宗案判了下来 想上诉的话 第一件事就是回去 冻高床板在那份判词 要读得清清楚楚 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 里面有没有什么偏颇的地方 因为上诉就看他了 所以神就在这里说 神已经猜他自己为乙子 成为这个赎罪制 并且在肉体当中宣告了这个判词 这个判词已经宣告了下来 这个判词一下来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案件就已经定了 那我们的罪在这个判词当中 就已经被一笔勾销了 所以律法的义就成就在这些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律法其实是圣结的 是公义的 律法对人是似人生命的 是叫人似神 并且可以与神联合的 但是人只是做不到这个意思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 但是这个被称为义当中 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律法的义 如何才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我们要随从圣灵 随从圣灵的意思就是 在圣灵中行走 walk with the spirit 所以我们如果要成就 律法上一切的义 让这些律法上的祝福 都临到我们身上的话 我们就要随从圣灵来行事 可能你就会问 那律法上有什么的义 律法上有什么的祝福 我们如果熟悉《旧日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以色列人得着迦南 要进入迦南的时候 神就命令 他们就站在两座山头上 基利心山 以巴路山 一边就宣告就座 一边就宣告祝福 但是这个做作与祝福的基础是什么呢 基础就是 如果你能够紧守 遵行我的律例典章 就是律法 如果你能够紧守 遵行神的律法 以神为神的话 以下的祝福必临到你 接着他数了很多的祝福出来 这些祝福包括什么呢 你身所身的 地所产的也必蒙福 你的全面盆也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你入也蒙福 幅ailing 不得了那么多的福 就会追随著你 所以这个就是 在律法上的义 我们能够紧守这个律法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于蒙福的 甚至蒙福到一個地步 以色列人進入加南地的時候 Stan都跟他們說 你們要進去的這個地方 是一個應許的美地 山內有銅 地裏面有鐵 然後有葡萄原 非你所栽種的 你就坐享其成 裏面有原子 非你所囂灌的 但是你就可以取其上的果子 裏面有一切封盛的東西 都不是你付出的 你只需要攤大手板 硬硬腳進去的時候 你就享之不盡 其實神的心意 是要祝福人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可惜人的目光是短淺的 人無法守住律法 以至到我們無法蒙受這些祝福 但是今天保羅就告訴我們 我們成為新約的信徒 我們在基督裡面的時候 現在就不同了 因為有聖靈在當中 成為我們的幫助 只要我們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話 律法的意就成就在我們的身上 律法之下所有帶來的祝福 都會完全歸於我們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 體貼肉體的事 第五節 隨從聖靈的人 體貼聖靈的事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 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那道理就很簡單 就是看我們貼著哪一邊 體貼哪一邊 如果我們體貼肉體的事情的話 就是隨從肉體的人 隨從肉體的人就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就體貼聖靈的事 你究竟你是隨從哪一個 你就體貼哪一個 但是問題就是 體貼肉體的帶來的是死亡 但是體貼聖靈的帶來的就是生命平安 所以究竟我們要走哪一條路呢 以往我們沒得選 我們只能夠跟著世界走 跟著聚走 所以我們就走向死亡 但是現在有得選 現在我想不到另外一個例子 但是這個例子不是很貼刺 但是又壞壞的 但是都暫且用這個例子 就是說好像我以前 就入了黑社會跟錯大哥一樣 那一路就走向滅亡 但是現在有多一個大哥出來了 就是耶穌大哥 耶穌大哥就是 我跟著他我就走向光明 是不是 就是好像如果你是一個中學生 你跟著有一個大哥 就帶你去貪威食食 飲飲食食 教你出貓 教你打架 教你做一些不法的勾當賺錢 你跟著他 最初有些甜頭給你的 但是你知道 最後一定是死亡 一定是監獄有得坐 悔恨終身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大哥 你跟著這個新的大哥 他就帶你走光明的路 他就教你做人要有誠信 要讀好書 他幫你讀書 教你讀書 然後你發覺 你跟著他就沒死了 因為跟著他的話出來 將來不是做醫生就是做律師 不是做律師 就是會計師 不是會計師 都是建築師 是吧 所以你就發覺是截然不同的 保羅就告訴我們 究竟我們體貼哪一個 我們隨從的是哪一個 我們隨從肉體的 帶來的就是死亡 我們隨從體貼聖靈的 帶來就是生命和平安 他說原來體貼肉體的 就是與神為仇 這個仇的意思就是敵人 敵對 原來我們體貼肉體的時候 我們就是與神敵對 為什麼說與神敵對呢 因為我們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 不單是不服 並且是不能服 因為我們與神敵對的時候 神的幫助就離開我們 其實不是神的幫助離開我們 是我們得不到神的幫助 甚至可以說 我們拒絕了神的幫助 當我們這樣拒絕神的幫助的時候 我們就不服律法 也都不能服律法 我們就變成跟神 站在一個相對的位置 一個對立的面 那我們就成為神的仇人 而且所以屬肉體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歡 因為你與神敵對 你自己選了 take了一個side take了去仇敵的陣形 跟神來對壘 神當然不會喜悅這樣的事情 所以體貼肉體的人 得不到神的喜悅 得不到神的喜悅的時候 在神裏面所命定的一切的福 我們都拿不到 我們都會失去 不是神孤寒 而是我們選擇不要 神是一個不變的神 神的封聖 神的一切的祝福 早就已經在那裡了 即是好像一個 怎麼說呢 好像一個package 香港人很喜歡package 所以你找工作也有package 甚麼手提電話 轉台甚麼都好 都有一個package 神的package 是非常豐富的 但問題就是你拿不拿 那拿的方法是甚麼呢 保羅就告訴他 我們就是要跟隨聖靈 當你跟隨聖靈走進神的 聖靈會引導你 當你走進神的領域裏面的時候 一切都有了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吧 等於我們在世上當失路 但其實在這個世界 我們有一個超級友善的爸爸 這個超級友善的爸爸 家裏面甚麼都有 不過我們當失了路 我們找不到 我們失去了 但是如果我們肯跟著 有一天這個爸爸派一個管家出來 尋找我們 如果你肯跟著這個管家走 你回去這個超級有錢的爸爸的家的時候 就甚麼都有了 其實道理就是這麼顯淺了 好 我們再看第九節 第九到十一節 它說 如果實的靈住在你們心裡 你們就不屬肉體 乃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 就因罪而死 心靈卻因而活 然而叫耶稣從死裡復活的靈 若住在你們心裡 那叫基督耶稣從死裡復活的 也必藉著住在你心裡的聖靈 使你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它說 如果神的靈住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就不屬於肉體 那是屬於聖靈 所以究竟我們是不是屬服肉體 我們是不是要步向死亡 我們是不是已經得救的話 一個最簡單的證明方式 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測試 就是究竟我們裡面有沒有聖靈 如果我們是一個得救的人 聖靈就一定住在我們的心中 如果人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於基督 即是反過來這句來理解 如果我們是屬於基督的 基督的靈必在我們心裡 那基督的靈 我怎麼知道基督的靈 在不在我身上 聖靈是怎樣的呢 聖靈又沒有形狀 又沒有顏色 又沒有實體 那我怎麼知道聖靈在不在我們裡面呢 原來就是看基督的靈 是不是在我們身上 那什麼叫做基督的靈在我們身上呢 很簡單的 spirit這個字 spirit這個字 如果我們合意一點來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可以說是精神 那什麼意思呢 基督的精神是不是在我們裡面呢 什麼叫做基督的精神呢 譬如很簡單 同君的精神是什麼 這樣一問你就知道了 日行一線 是不是 每天做一件好事 助人為本 這個就是同君的精神 那基督的精神是什麼呢 是不是 如果基督在我們裡面 有基督的靈住在我們心中 我們必定活出基督的精神 是不是 基督的精神很簡單而已 兩句說話就說完了 愛神 愛人 承傳一切的律法 一切的律法 都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得以完全 所以如果我們身上有 耶穌基督的精神 有耶穌基督的靈 在我們身上的話 我們的行為 必定是活出成就 這個十戒 成為一個基哀神 也愛人的人 所以一看這個行為 我們就知道 聖靈是不是已經在我們的心中 他說 若基督在你們身裏 身體就恩罪而死 心靈卻恩義而活 如果基督的精靈真的在我們裏面的話 有一天我們的身體就算是衰殘 會死去的時候 我們的靈都會活到永遠 因為靈是不滅的 他說 然而叫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靈 若住在你們心裏 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也必正著住在你們心裏的靈 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了 不單止是這樣 不單止有一天 我們的肉身死了之後 我們的靈是繼續活著 不單止是這樣 甚至去到一個更加極致的地步 就是耶穌基督當日 如何聖靈叫耶穌基督復活 同樣的叫耶穌基督復活的聖靈 住在你的心裏面 祂也會叫你的身體復活過來 所以不單止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有一天這個身體過去之後 我們的靈魂就活到永遠 不是 其實到最後耶穌基督再回來審判的日子 我們這個有形有體的身體 都會復活過來 只不過復活了的身體 比未復活前的身體更加的榮耀 甚至可以超越時空 你看看耶穌基督的四福音書 你就會看到 復活之前的耶穌都要敲門 才可以進入一間屋 但復活之後的耶穌 可以突然之間出現在門徒的中間 突然之間他又可以升上天上去 當然這是一個奧備 到那個日子我們就會知道 所以當我們有耶穌基督的靈 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靈裡面活著 有一天就算這個必死的肉體 都會復活過來 並且大有榮耀大有能力 所以這個才是值得我們去隨從 值得我們去追求的 一切的這些過效 關鍵都在聖靈的身上 我們再看十二到十七字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 去信同肉體活著 你們若信從肉體活著必要死 若靠著聖靈致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因為凡臂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我們才讀到這裡 保羅說 用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不是欠了肉體的債 甚麼是欠了肉體的債呢 你有沒有試過欠人的錢 如果你試過欠人的錢 你試過欠債的 你發覺你的行為 你很多的東西都是被它引領的 都是被它控制的 甚至你好像沒辦法去抵抗它 因為你欠了它 所以他說如果這樣看的話 原來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 就是說我們不是老鳳要跟著肉體 我們不是說沒得選擇 我們不是說好像欠了它 就一定要還給它 他說如果我們信從肉體的話 所帶來的就是死亡 這個很簡單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信著聖靈致死身體的惡行 必要活著 就告訴他們 我們原來有得選擇 我們可以信著聖靈 靠著聖靈 而且靠著聖靈的時候 可以致死身體的惡行 就是說我們醉的行為 怎樣才可以勝過呢 其實我們勝過不了醉的行為 我們有碌卡的隱癖 我們很難戒得掉的 我們有說髒話的隱癖 很難戒得掉的 你知道髒話是很難戒的 吃煙也很難戒 賭也很難戒 甚麼都很難戒 但是原來我們信著聖靈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致死這些身體的惡行 當我們信著聖靈的時候 這些惡行就會被除去 我們就可以活著 所以我們是否常常都要選去信著聖靈呢 因為原來這個就是我們得性 我們忍癖的方法 忍癖你越是提醒自己不要賭 不要賭 你越是沒辦法戒賭的 因為賭這個字就會徘徊在你的腦裡 揮之不去 那怎樣才可以勝過這些隱癖呢 就是你幫自己找個另外一件事做 那你就會突然間發覺 為甚麼忘記了 有試過嗎 譬如我早兩天都說 如果你要有忍癖的話 不如試一下求聖靈幫助你 讓你獨驚上癮 從前你打機上癮 那如果你獨驚上癮的時候 如果你要戒打機 你不停跟我說不要打機 自己跟自己說不要打機 你的腦裡經常都想著打機打機 你就沒辦法可以脫掉它 你找些其他東西做 你獨驚上癮 你就可以獨驚獨驚 到下一刻你突然回望 你會發覺 今天連開都沒有開過掣 那你就不知不覺就脫掉了這個人 所以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 就是犯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正如耶穌基督被聖靈引導 所以當我們被聖靈引導的時候 我們就跟耶穌基督一樣 成為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不是用祂的神聖 來聖過忍有聖過罪 祂是用人性 但是祂用人性用意志 來選擇跟從聖靈 被聖靈引導 所以證明祂是神的兒子 並且也都是因為祂過了一個 常常被聖靈引導的生命 因此祂活著再世的日子 祂並沒有犯罪 所以祂才可以成為一個無罪的人 所以耶穌基督為我們開了一條的出路 耶穌基督就是可以這樣被聖靈引導 我們都要這樣被聖靈引導 因為凡是被聖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不是勞布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至 就是神的後至和基督同作後至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所以當我們能夠這樣被聖靈引導的時候 我們的心態就改變了 從前我們的心就像一個勞布一樣 充滿懼怕 在這個罪的權勢之下 但是因為我們被聖靈引導的時候 我們能夠聖過罪 我們能夠聖過罪的時候 我們就得了一個兒子的心 我們就可以坦而無據地 呼叫神為我們的阿爸 為我們的父 因為從前我們在罪裡的時候 我們神的形象就是一個法官 就是一個審判者 我們帶著懼怕來到他的面前 但是當我們在聖靈裡面 體貼聖靈被聖靈引導 我們聖過罪的時候 這個法官就不是法官了 因為他不再判斷我們的罪 我們根本沒有罪給他判斷 已經聖過了 再加上耶穌基督將我們的前罪一筆勾銷 所以這個法官就成為了我們的爸爸一樣 我們就可以呼叫阿爸父 並且這件事情有聖靈跟我們的心同正 希伯羅人的聖經裡面的習慣就是 如果有兩個人作見證的話 這件事情就可以成立 所以聖靈是一個證人 還有我們的心 這個心所指的就是信心 所以聖靈加我們的信心 見證我們是屬於神的 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我們就是神的後智 當然基督在再世的日子裡面 他過得非常苦 仇地有試探他等等 但是當他忍耐到底的時候 復活升天得著最大的榮耀 如果我們都是一樣跟著聖靈的引導 走這個神兒子的路的時候 雖然我們都會有一段受苦的日子 因為要抵擋這些罪 其實是要用力 其實是辛苦的 但是這個辛苦過後 必定跟耶穌一樣得著榮耀 因為我們會勝過 這個就是人的盼望 罪是可以被勝過的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圖畫的話 就會好像第十八節一樣 我想現在的苦楚比起 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界而了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將來的榮耀的能力 那個德性在我們當中的話 現在就算受少少苦 你都會覺得沒問題 濕濕碎 好了 十九到二十五節 他說 受造之物設望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控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拜位的核祭 得向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 直到今天 不但如此 就算我們這裏有性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裏坦食等候著 得兒子的物名分 乃是我們身體得熟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此次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他說即使受造之物都是一樣 在這裡切切地等候 等候甚麼呢 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出來 神的眾子這裡所指的就是信徒 原來整個大地都在這裡等 等這個救人 自從人犯罪之後 大地就已經在罪的核祭之下 後面就說了 他說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 為甚麼會在虛空之下呢 是因為罪 因為 而且受造的萬物不是自己願意的 乃是叫他如此的 讓他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萬物是沒有犯罪 但是人是神最高的創造 人是整個大地的代表 當這個代表出了問題的時候 整個大地都籠罩在罪 籠罩在虛空之下 因為與神隔絕了 罪將人與神隔絕了 罪亦都將萬物與神隔絕了 所以萬物就變成了 服在這個虛空之下 罪的權勢之下 所以萬物都一同來嘆息 但是他們有盼望 盼望是甚麼呢 就是等候神的眾子顯現 因為當人犯罪 神就已經預備了救人 所以萬物都知道 救人已經預備了 萬物就在等待 恩著救人而出現的神的眾子 恢復回 其實就是說 當人犯罪的時候 神人大地的次序就改變了 但是 大地在等候 救人就將這個次序扭回 變成神人大地的次序 在這個次序裡面 地就得著自由 所以這個是受造之物的盼望 他們嘆息勞苦直到今天 就是盼望這件事 就算有聖年初結果子的人 就是初信的人 心裡面都會有種的嘆息 在等候得兒子的名分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你跟我信了之後 有時我們都會說同一句說話 耶穌可不可以快點來 是吧 你有沒有說過這樣的說話 甚至有時我們都說 哇 早點回天家 那就好 是吧 因為這個世界真是 是的 真的有很多事情讓我們很辛苦 我們學慕的就是一個屬天的家鄉 盼望的就是這個屬天的家鄉 早日的來到 或者我們可以早早的 歸於這個屬天的家鄉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盼望 我們所盼望的 他說我們就盼望這個得兒子的名分 和身體得屬 這個得兒子的名分和身體得屬 其實就是最後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那個的審判 我們身體才會得屬 我們身體才會復活 不只是現在信主這麼簡單的 好 他說 我們得救在乎盼望 此事所見的盼望 不是盼望誰還盼望所見的 他說 但我們若盼望哪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這裡將盼望 把它擺成了兩樣東西 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盼望 使我們得救 因為這個盼望就是我們的信心的表現 如果你不相信 你不會有盼望 就是因為你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你才會盼望等候它的成就 是不是 所以這個盼望是在乎信的 但這個所信的是甚麼呢 他說 如果我們所盼望的不是盼望 如果我們所盼望的是盼望不到的 誰才還有盼望呢 一定是我們所盼望的是一定盼望得到的 我們知道一定會來的 這個盼望才是真正的盼望 所以我們究竟那個盼望是甚麼呢 就是25字 我們要去盼望 我們就有這樣的信心去等候 這個不見的也都可以說是救恩 我們盼望的是這個救恩 我們就必定能夠等候它的成就 知道它一定會臨到我們的當中 雖然這個是將來的 那現在又如何呢 26字 他說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討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探飾 替我們討告 盼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不單止是將來 我們不單止有將來的盼望 知道我們的身體會得熟 我們會同為兒子 同為後子 我們會跟基督一樣 升於高天之上得著榮耀 甚至就算是現在 在一個困難的日子裏面 在一個醉的煎熬當中 在一個黑與白的一個權勢交繫之下 我們又在軟弱當中都好 不要緊 因為有聖靈幫助 好像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本來連討告都不會祈禱的 甚至當我們遇到一些困難 一些軟弱當中的時候 討告都好到慈窮 都不知道可以說什麼好 都不要緊 因為聖靈會親自用說不出的探式 替我們祈求 那位監察人心的 即是神 天父知道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是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徒來祈求 去到我們連祈禱都祈禱不出 祈禱都不會祈禱 好 說來說去到慈窮的時候 聖靈都幫助我們 為我們祈禱 然後28到30詞 他說 我們曉得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指而備召的人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 祂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使祂兒子作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照他們來 所照來的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因為有聖靈 所以萬事都會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這個愛神的人是什麼人呢 就是隨從聖靈的人 就是跟從聖靈的人 這些跟從聖靈的人 是被神所召出來的 神怎麼召你出來的呢 其實是用聖靈的聲音來呼召你 所以神是透過聖靈召你出來 當我們能夠這樣跟從聖靈的時候 我們就被召出來跟著聖靈 這些被召出來的人 其實就是進入了神的救贖計劃裡面 是神預先已經預定 這個預定就是以耶穌基督 作為我們的榜樣 作為我們的長子 耶穌基督怎麼被聖靈呼召出來 我們也要這樣被聖靈呼召出來 耶穌怎麼被聖靈引導 我們也要被聖靈引導 所以我們再回去看福音書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聖靈引導耶穌在曠野裡面接受試探 聖靈引導耶穌去到哪裡 當耶穌剛剛出生的時候 要走到埃及走爛的時候 都是聖靈引導祂去 然後到時候到了 祂要從埃及出來的時候 又是聖靈引導祂一家回到 拿撒勒這個地方 成就了經常的預言 就是我從埃及照出我的兒子來 原來全部都是聖靈在這裡引導 所以同樣的 如果我們被聖靈這樣來呼召 跟隨聖靈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這個救贖計劃裡面 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樣板 耶穌怎麼去跟隨聖靈 我們就怎麼跟從聖靈 耶穌跟從聖靈到最後 祂得著復活 祂得著榮耀 所以同樣的 我們這樣去跟從聖靈 最後我們也得著復活 得著榮耀 好 接著我們看最後一段 31節到39節 好 我們先看前面31到34節 它說 既是這樣還有什麼說的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蕩我們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刺給我們 誰能控告神所簡算的人 有神稱他們為異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女復活 現在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這一大段31節到39節 我給他題目叫無敵的愛 我們來看看這個愛幾個無敵 所以既然去到這樣的地步 還有什麼好說呢 神如果幫助我們 誰能夠敵擋我們呢 如果神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其實應該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跟神站在同一陣線的話 誰還可以敵擋我們呢 神那邊是一個無敵的軍隊 戰無不勝 只要我們投在這個輝下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sure win 是根本不可能會輸的 而且你看看 他説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死 豈不也八萬物和他 一同八百次給我們 神連自己的愛子都不顧惜 這樣為我們捨棄 還有什麼神會留下不給我們呢 就是說如果一個爸爸 他的命都可以給你 他還有什麼會不捨得給你呢 所以因此是這樣的時候 有誰還可以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 有神稱他為義 神是那個法官 還有誰可以在神的面前提告呢 這個法官 或者我們用另一個圖畫就是 就是 如果你在你家裡 破壞了家規 打爛了家裡一個最值錢的古董 但是如果爸爸樹利無罪 爸爸不跟你計較 還有誰可以控告你呢 難道隔壁屋的人就去報警嗎 爸爸可以走出來說 關你什麼事 這是我的家事 我也不介意 這是我的兒子 他沒有說打爛我一個花瓶 他打爛了炸了那間屋 我也不要緊 我也原諒他 所以就是這樣 已經有神去清我們為義的時候 還有誰可以控告我們呢 就算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將我們定罪的話 耶穌基督已經死了 而且已經從死裡復活 我們的罪 耶穌已經擔當了 現在耶穌還在神的右邊替我們祈求 所以即使我們有罪 即使還有人可以定我們的罪 都不怕 因為耶穌會走出來告訴他 我已經幫他付上了罪的代價 還有誰可以控訴我們呢 然後最後三十五次 他說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壁巴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奴蹄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究竟還有些甚麼 可以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神的愛帶到的地步 連祂自己的兒子 祂自己的命都可以給我們的話 那還有甚麼可以將我們與神分開呢 這裡所提的七重的患難 就算是七重的患難 都不能夠叫神的愛與我們隔絕 這七重的患難就是患難 困苦 壁巴 飢餓 赤身露體 危險 刀劍 就算這七重的患難 都不能夠將我們與神 來去商隔 正如經上面所說 我為你們的緣故終日被殺 引看我們與將在的虐 耶穌就是這樣 就好像那隻代罪羔羊一樣 代去我們的罪 這個就是神極大的愛 所以就算是七重的患難 都沒有辦法 難了 然後37節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再者一切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不論是 死是 身是 天是 掌權的 是 有能的 是 現在的 是 將來的 是 高處的 是 低處的 是 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著 這愛是在我們處於基督 這愛是在我們處於基督 基督 耶穌 雷的 是 低處的 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著 而且保羅就再說 相信除了七重患難之外 這裡有十件事 包括死 生 天是 掌權的 總共有十件事 這十件事所代表的是十重的勢力 死的勢力 生的勢力 天是的勢力 掌權的勢力 有能力的勢力 是 現在的勢力 將來的勢力 是 高處的勢力 低處的勢力 是 別的受造之物的勢力 這十重的勢力都沒有辦法 將我們與神的愛分開 將我們與耶穌基督隔著 一切的患難 一切的勢力 都不能夠勝過 七是代表完全 完全的患難沒有辦法勝過神的愛 十是代表完全 完全的勢力都沒有辦法 將我們與基督分開 因為我們成為被聖靈充滿 望聖靈引導的人 當我們能夠這樣 來去跟隨聖靈的時候 你就發現神的能力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的生命是得勝有餘 並且充滿喜樂 平安的 願神的說話成為我們的幫助 Amen 所有歌曲弟 收藏 希望能夠真的拿來 名字 如果有信任 祝密 說話成為你的聖靈 超越你的聖靈 你充滿我們 都聯合在我們的福音 那裡有著的姓名 那裡就有自由 那裡有著的姓名 就有生命 任何苦茶 只能夠姓名 那裡有著的姓名 我的姓名 那裡有著的姓名 那裡就有自由 那裡有著的姓名 就有生命 任何苦茶 只能夠姓名 那裡有著的姓名 我的姓名 那裡有著的姓名 You know, let's see the bone 讓我們無所伺人在發生 publish 那里有主的生命 那里就有自由 那里有主的生命 就有生命 任何无证 是但求是非 那里有主的生命 就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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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不信有道 任何无证 是但求是 那里有主的生命 就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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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就是 那里有主的生命 就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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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保护情救我 任何不着 是单狗成灵的能力 哪里有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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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 你满游点脸 满游自爱 饶恕你恩典 一直释放我的心 满游自爱双手 紧紧拥抱我 天父 你满游自爱 靠近一切 身中你的儿女 我的心 也能恳慕你 一尊像小孩子 紧紧你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深不求你运气 打开心 因为你是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深不求你运气 要至少一首 名声你一声 阿爸天父 我真爱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深不求你阿爸 打开心了 人生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深不求你阿爸 要至少一首 名声你一声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要至少一首 名声你一声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要我们一起去开口很感谢神 感谢神给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后子 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写 神愿意将万物和耶稣 一同白白的词给我们 我们要To 我们去开口感谢祂 我们有这个身份 祝我们多谢祢 祝我们得目这个神秘里的身份 成为神祢的后子 祝祢竟然将祢的独身爱字写 为我们众人写 我们相信 祢将一切所有 祢看为好的 包括祢的荣耀 都要赐给我们 祝我们多谢祢 我们赞给祢 罗马书在昨日的时候 去到七章二十四节 保罗说我真是苦 谁能救我者取死的身体 出路在哪儿 我们在罪的挣扎里面 出路在哪儿 今天在第八章里面 经文告诉我们 八章二十节 受造之物服在虚控之下 我们在这个罪 在这个罪带来的后果里面 我们都在虚控当中 我们都在探色努苦的里面 我们都很想脱离这个败坏的核制 这个就是人的光景 但是感谢主 神借着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给我们出路 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借着祂这个的榜样 借着圣灵在我们内住 十三次告诉我们 教着圣灵 我们可以治死身体的恶痕 这个是福音 这个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 让我们在这一切的苦楚里面 我们可以不足介意 现在的苦楚 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的荣耀 我们可以不足介意 因为我们有一个指望 我们这个指望 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各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是不是刚才牧师所提到的 三十五节里面的七重患难 在三十八节里面提到的 十重势力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觉得这些患难困苦逼白 这一切可能经济的困难 可能和关系 人关系里面的一个决裂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动荡 很多的忧虑 这个患难在我们当中 很多的不容易 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这个指望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 胜过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圣灵 用说不出的碳色 替我们祈求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现在坐在神的右边 都替我们祈求的时候 我们今天可以得着这个指望 我们今天可以在一切患难的里面 有指望 在一切势力当中 我们同样有指望 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求圣灵你帮助我们 我邀请大家 可以含上双眼 有什么东西 是你在患难的里面 你觉得很辛苦 很挣扎 圣灵这一刻要来帮助我们 进入这个真理的当中 得着这个指望 圣灵我们来呼求你 圣灵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存 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遇到的这一切问题 一切的患难 我们觉得危险的 我们觉得贫乏的 我们觉得迫白的 在一切一切的里面 我们知道 你会帮助我们 在我们软弱的当中 圣灵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 怎样去祷告 但是圣灵我们知道 你用说不出你的叹息 你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天父你监察人心 祝你 天父你知道圣灵的意思 你知道圣灵为了我们当中 每一个我们都不懂 怎样祷告的时候 圣灵替我们去祷告 祝我们多谢你 可等的恩典 祝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知道 万事互相效力 祝我们将这一切的患难 这一切的困苦 这一切的逼白 这一切的危险 这一切的四变而来的势力 我们都相信 这一切都要互相效力 叫我们爱你的人 可以得益存 可以得益存 圣灵我们多谢你 为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祭挂我们 现今在神的右边 仍然为我们祈求 当我们有这么好的代祷 有圣灵 有耶稣为我们祈求的时候 祝我们晓得 祝我们相信 我们深信 这一切都不能叫我们 与基督的爱格权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切患难 四面而来的势力 都不能够叫我们 与基督的爱格权 我们知道 我们跟你一同受苦 我们只望 有一日 必同你一同得荣耀 现在的苦楚 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的荣耀 我们就可以不足介意 我们就可以不足介意 圣灵你将这个的指望 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主在这一切 动荡的里面 你仍然让我们有盼望 有指望 在这一切患难里面 你仍然让我们 可以忍耐等候 忍耐等候 不足介意 不足介意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你必让我们 可以一切当中得性 而且得性有缘 得性有缘 主我们告诉你 我们要随从你 随从圣灵 圣灵 我们要来跟从你 等着每一刻 我邀请你 告诉圣灵听 求圣灵帮助我们 致死我们身体的恶痕 告诉圣灵听 圣灵我软弱 但是我要跟从你 你来帮助我 我要体贴你 我不要再体贴肉体 我不要与神为首 我不要不得神的喜欢 圣灵你 你帮助我们 恩着你的爱 这不是恩着物法 是恩着你的爱 我们愿意 回转归向你 恩着你的爱 我们愿意 体贴你 恩着你的爱 我们要在体贴脚里面 领受你预定 给我们的生命和平安 是你早要预定给我们的 让我们的心可以平安 因为当我们体贴你 让我们可以 能够得着生命 因为我们体贴你 主这个回转的心 今天就坐在我们里面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告诉你 我们相信你 保罗今天 和我们分享的这个福音 主我们告诉你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你的爱 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都叫我们得益全 我们相信你 给我们这个的指望 我们相信 我们与你一同受苦 必与你一同得荣耀 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用一首诗歌 去回应我们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我们相信 祝我们相信 全我相信 这是我们的通告 尝试你这一刻 你必烟熟 我尝试 我们坚定的你相信 这个就是我们的奉劲 你必争诚关乎 我们相信你 我尝试 我尝试 相信你的爱 你的音讯 祝我相信 祝我相信 你必争诚关乎 我的 你必争诚 你必争诚关乎 我的 罗马书8章第5第6节 因为随从欲体的人 体贴欲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欲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一切的关键 都是圣灵的身上 一切的关键 都是在乎我们能不能够 随从圣灵 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 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必得着能力 圣灵的一切的灵 圣灵的一切的势力 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 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 就是平安 让我们每一个 今天在这个地方 用信心来到领受圣灵 并且跟从 随从 体贴圣灵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打开你宿灵的耳朵 叫你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 圣灵的声音要在你心中响起 圣灵的声音要在你的脑海里面浮现 你所读过的圣经 圣灵要将它放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脑里面来到去盘树 我更加奉耶稣基督的名 释放圣灵的能力 进入所有弟兄姊妹的里面 就是让他们的灵魂 苏醒过来 主要让他们听着这个声音 因为神用他的声音 用圣灵引导所有属他的人 走永生的道路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敏锐于圣灵的声音 让我们快跑 跟随圣灵的声音 以致我们得着生命 得着平安 一切的患难 一切的权势 都不能胜过我们 主要求你这样的 来到去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神徒就到这里 愿着倣愿消福大家 ..." 10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